设资400多万元工程经费要将18个由各部落或协会树立纪念碑重新调整排列 建构安全文化场域部落反应两极 在认同证明的阿美族顺山之外 最最乡齐美部落则提出有一个部落非单一路线迁徙 再者理应按照纪念碑设立的先后顺序调整 期盼相公所开工前听取部落意见 20多年前齐美部落上吉朗阿山阿美族文化发祥地 树立寻根祭祖纪念碑后 各阿美族部落文化协会 乃至于部落阶层等相继登顶寻根插牌 现在封平山公所在圆明会与花莲领馆处的支持协助下 将进行现有纪念碑重新调整工作 让未来的寻根祭祖场域更加安全 我们本工程预定是在110年的2月7号开工 那我们工程的礼约期限是90日立天 预计是在110年的5月7号完工 对此相公所也特别成立推动小组 费了一番功夫 最后取得现有纪念碑协会部落的共识 重新诊断改善圣山技术场域 以及寻根布道环境 多数部落也都认同肯定 这相公所有意要把它整合 那我们这个祭司他是说非常好的一个场地 场意 大家的背都立在那边 要纪念也比较方便 既然阿萨人文山大发展协会的会员 已经上期不下数次了 所以我们很希望是做到一个能整合到说 它很漂亮的一个排列 这样才有比较好的空 大的空间能站立 或者甚至于说我们在上面歌舞的时候 会比较安全的移力 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跟帮助 所以我们很乐意 很认同 在认同阿美族圣山证明之外 青美部落头目科金权及部落青年 对于重整圣山纪念石碑 以及环境提出了部落的诉求与意见 因为现在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施工的方向 是从巴里湾到吉兰马山嘛 那其实在那个青美的脉络里面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那个路线这样子 他说今天你要做这个事情 那是不是也要再做另外一条路线 就是从青美到吉兰马山的这个路线 把它修建完善起来 因为虽然上面的碑可能有点杂乱 可是大家的立碑是有那个文化历史脉络 因为像青美部落立碑的 它的方向是朝向部落的 那你今天把碑移动了 它碑的方向就不会朝向部落了这样子 那其他部落也有他们的方向性 所以你今天把它调整 你真的还是要必须跟各个立碑的部落去 再做说明这样子 不然你到时候真的会引发 更大的后续的骨牌效应这样子 不是说今天开了这个开工 大家就好像就好了 在圆明会华里领馆处400多万元的经费支持下 封冰乡公所推动吉兰马山阿美族圣山 现有纪念被调整工程 利益良善 但对部落有不同的声音 乡长张力亭也高度关注 也将积极地在沟通说明 期盼二月份正式东宫前取得最大共识 记者是越南封冰采访报道